你要把資料切割的話 當然有幾個方法 要不你就把這些複製貼過來 用什麼呢? 這個我想也是個方法 如果你不會用函數的話 至少你要為選擇性貼上 Ctrl C之後有沒有 選擇性貼上這邊 貼上直 那你要剖析的話記得把這邊選 它不能三來一起 它只能夠一攬一攬做 所以資料剖析 你可以用符號的話 符號是用那個 這個應該是用其他 用分號這個是冒號吧 所以如果這邊沒有冒號的話 那你可以自己加一個冒號 不過特別注意它有全型半型的問題 如果你看一下 如果按下一步它沒有分的話 那顯見這個就是一個全型的 那全型的冒號呢 特別注意你可能就是要用什麼 用那個注音 輸入那個冒號 這個時候才OK 裡面的冒號是全型的冒號 如果你用半型的冒號也不OK 所以你全型冒號按下一步 然後這個時候呢 這個不要嘛 不會入此籃 那要這個 那你就是移到哪裡呢 你把原來的東西蓋掉 按確定 就OK 那不過這個方法 也可以完成 但是你籃數多的話 就不OK 因為你如果很多籃 那你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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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做 那就會 要不然你就把它錄製聚集吧 錄製聚集 然後自己再改 跑個回圈 也OK啦 可是這個 我想這邊可以自己再試試看 這個是 也算是稍微快一點的方法 但是還不是最快的 那當然我們要再往前的話 相對的就是 這個也許你等一下可以試看 用資料剖析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如果用函數 這個時候你可能要把它剪下來 用哪一個函數呢 插入函數 我們這邊可以用一個 就是文字的函數 因為我要的是某部分的文字 那其實你可以用幾個方法來 要不就是用那個什麼 Find函數加上Mid函數 Find是找它的冒號位置 Mid是缺割後面的東西 但是你需要兩個函數 那我上學有講過啦 他不如用一個函數就可以搞定了 一個函數哪一個函數呢 如果你的資料在前面的話 你可以用那個replace OK 這個有印象吧 如果上學有 只是說熟不熟而已 那如果replace怎麼用 你會發現喔 當然我講過啦 你使用函數不是要背喔 不是用背的 沒用過沒關係 看下面說明 他是將字串中的一部分 以其他字串取代 什麼字串呢 取消的話就是 給他一個空字串就好了 取代成空的 那他會問你幾個問題嘛 第一個是older test 原來的東西 從哪一個字開始 star number number choice 取代幾個 然後呢 new test 取代成什麼 OK 所以你要至少啦 慢慢你可能要看 看得懂他 給你的相關訊息 但是他給你的相關訊息 VBA的 Excel裡面可惜是 他沒有全部中文化 不過也不可能 因為這東西是全球的東西啦 你 你任何一個國家都有Excel 只是說 不是繁體中文的 不是繁體 也許是在大陸 也許是簡體中文啦 那在國外也許是 英文版等等的 那當然這地方喔 我們慢慢你要去適應他這種 敘述的方法 那如果你都能夠習慣的話 即便你沒用過啦 或者是你有一段時間沒用過也沒關係 反正我一個robot的坑就OK 按確定 好那首先的話 他會問你說呢 older test 指的就是說 那個你要被取代的那些字在哪裡 那就是我們剛剛的東西 所以把它貼上 就是這個東西 姓名冒號流雙 那第二個問題說 從哪個字開始 從第一個字 那你要清楚幾個字 123 當然你這邊可以輸入3 然後呢 取代成什麼呢 取代成沒有 這個時候呢 我們會發現 有沒有 123 都變成這個了 流雙 過來了 應該可以了解那個邏輯吧 OK 那但是會有個問題 3 這個3的話 這邊剛好3個 這邊還好也是3個 可是這邊是4個 那如果說你將來呢 欸 我希望向右向下一次完成 那你當然在這前兩欄是OK 可是第三欄會變成怎麼樣 它會多個冒號 因為它只有切割到工作地 冒號拱東西 那怎麼辦 想說沒關係 再取代一下吧 是不是 取代冒號 把冒號拿掉嘛 不過這也不完整 所以這個地方 可能又是個點 怎麼了 幾個字 那幾個字由誰決定呢 其實你會發現 剛好它的欄位名稱 有沒有 這邊三個字 三個字四個字 欸 那我可以怎麼樣呢 這個3我可以透過它欄位名稱的長度來決定 它應該要有幾個 對 就是用LEN 所以呢這個3的話你可以用LEN 前面有講過那個LEN LEN是算幾個字 那根據哪一個呢 根據上面這個 有沒有 然後錢瓜糊 欸這個時候呢OK了 可是你會有個問題喔 就是你等一下會需要什麼 向右 向下 那向右的話喔 特別注意喔 向右喔 它的LEN號會改變 向下的話呢 它的列號會改變 會自動幫你加1啦 也就是說C 你向右的話變D變1 欸不過我向右應該是 需要改變它的LEN 可是你向下有沒有 1不能變2 2不能變3 不能變的話很簡單 對 就給它 就是給它錢就對了 齁 給它錢它就不會變嗎 是不是 跟人性一樣嗎 如果那個優秀員工要離職 給你加薪 對不對 好 它就不會走了 是不是 如果你不給它加薪 它就會變了嗎 對不對 它現在往向跳嘛 所以往上跳的話呢 它1會變2 2會變3 所以在台灣好像跟一些朋友聊天 得到的結論是 同一公司喔 如果你要加薪很少 你要加薪比較快就要跳槽 不斷跳槽 你的薪水就會三級跳 為什麼 因為同家公司它不可能就是因為你一個人啊 影響整個制度 因為你如果加了薪加太多 其他的員工其他的也會眼紅嘛 但如果你跳到別的地方去的話 反正沒差 那你跳過去的話薪水可以重新彈嗎 重新彈的時候呢 欸好像空間就很大 所以 不過你要跳到別的地方前提 你要有別的技能 要符合人家要的東西 那人家要的東西又會與時俱進啊 每一種每一種那個 每一個階段啊 像現在比較夯的東西你要知道啊 像 像 常跟同學聊那個工業4.0 或者物聯網 或者大數據 或者像VBA這種新的 比較 比較OK 你的專長人家一看 哇眼睛一亮 欸你都懂這些東西 而且你還有實作 而且你還有一些 可以拿得出來的東西的話 哇那當然啊 這一拍即合了 對不對 OK但沒有 那當然就什麼都沒得好商量了 OK所以 這個當然是 我覺得是一種籌 也是一種籌碼吧 所以你說什麼都沒有 那當然只能就是固定的薪水 OK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特別說這個關鍵 剛剛講的這個敘述 OK按確定之後呢 答案就出來 所以 欸剛剛的做法 一把那個index這個公式減下 二貼到這裡 一 從第幾個字 從第一個字 然後呢 要幾個字 三個字 可是三個字你不能固定啊 所以呢直接去抓它 那第一列的 第一列 所以這邊鎖住第一列 就是上面的欄位名稱 那向右呢 C會變D變1 最後把它改成空的 好了按確定之後的話 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待會 直接按確定 然後呢 向右 有沒有 向下 OK 完成 一次就做完了 當然這最快啦 不過也不用死倍 因為這裡面都有相關的提示 那做完之後呢 請各位 如果上個學期 也沒有問題的話 那就把這個改成 也許我沒有index嘛 那你可以 剛剛講的 你可以用那個像 indirect 像 offset 這兩個函數 做做看 其實差不多啦 只是說呢 那個概念上不太一樣 那第二個是說呢 你再來也許 我們等一下要把它改成 VBA吧 這個地方的話 怎麼要把它改成 VBA來做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 那這一題的話呢 就是用那個 replace 這個函數 把那個 我們不要的那幾個字 把它切出來 那也許 待會各位可以就是 改那個 indirect 跟改那個 offset 另外的話呢 看 再來也許 如果你還有時間 可以再把三欄 轉回來 變一欄 因為經常性 我今天要東西分出去之後 我還要再把它合併回來 有沒有 你可以馬上分 那如果分完之後 如果要合的話 欸 怎麼樣再把它倒回來 OK 所以分分合合嘛 其實你會發現 在一般工作裡面呢 需求月最多的 還是在那種 資料怎麼樣分 怎麼樣合 那在範圍跟儲存格裡面 也是這樣 其實在 那個工作表 有沒有 工作表有可能一個工作表 我希望切割成好多個工作表 自動幫我分 分開來 分完之後呢 最後我又希望把它合併起來 因為你給不同的部門 你應該給不同的資料 你不能全部給他嘛 那可是最後你要匯整 給總經理 給董事長 給上面的主管看的時候 你又要需要把它合併起來 可是喔 像工作表 或工作部 就是E-Sale檔案的話 這些是沒有函數的 如果沒有函數 很抱歉 那只能用VBA了 OK 所以有些 當然範圍這個地方 E-Sale裡面還會給你一些函數 去做合併 分割 有沒有 像我們剛剛是把一欄分成三欄 然後呢 那你也可以試試看啦 三欄 如果又要再合併回一個欄的話 而且一個欄還要再恢復前面的東西 倒過來喔 OK 你如果分也可以 合也可以 要恭喜你 那你真的是厲害 如果不會啦 那工作裡面就是 主法煉綱了 慢慢來了 那慢慢來 跟會跟不會 時間上面 我覺得至少相差可能 百倍的可能 如果資料更多 那相差更遙遠 所以有的人為什麼 奇怪他每天都閒閒 他也不能讓你知道他閒閒的 對 可能會讓同事知道 但是不能讓主管知道 對 然後他有很多的時間就是在練功嘛 反正他有時間 就可以再練一點那種程式啊 因為我認識很多以前的學生 以前就學到進階課 那現在在職場上面表現 常常問我說 老師那個別的部門 想要借我 借掉我去幫他們做一些事 到底我應不應該幫忙 這種當然是兩可的問題啦 前提是你應該是被需要的 可是你去跟不去 這有時候當然你可以 表示你是受歡迎的啦 OK 那一個不明 表示 那另外可能是 老闆也已經知道 你的效率很高了 所以老闆也已經知道了 那你怎麼辦呢 你還是要非得要做一點事情 不然的話你可能要考慮要跳槽了 不然的話可能 不然就請老闆幫你加薪吧 留住你 OK 這裡的話呢 試試看 試試看 找到